她如今不是我的兰儿姐姐 人家是太后 是老佛爷 是咱们的主子 就是把你打死了 我也得喊她万岁呀 妹子 这是宫礼 别太放肆了 吕定新官制的会议上 淳王宰风 差点一将崩了袁世凯 慈雪太后大为震怒 关切禁闭 禁切饭食 于是 老淳王父亲 慈雪太后的亲妹妹 叶赫纳拉婉珍 前往宫中面见慈禧 为宰风求情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宰风和叶赫纳拉婉珍之间的关系 老淳王一宣 一生共育有七子 其中 狄福晋婉珍为其生育四子 光绪帝宰田 乃希婉珍第二子 因为嫡长子早遥 随宰田变成了事实上的嫡长子 另外 侧福晋刘家世为其生育三子 宰风即为刘家世第一子 除去光绪皇帝外 因为另外三位嫡子 皆幼年早逝 所以年龄最长的宰风 便承袭了纯亲王爵位 也就是说 叶赫纳拉婉珍 并非宰风的亲娘 只是嫡母而已 但在剧中 宰风明显被设定成了婉珍所出 所谓先君臣后父子 更何况是姐妹关系 老福晋向自己的亲姐姐求情 也必须讲究方式方法 先将宰风刚刚出生的儿子 溥仪的照片交给慈禧太后 以家常开始 以亲情感化 看到溥仪的照片 慈禧太后有种感叹道 我说妹子 你这又抱大孙子了 可真是有福啊 虽然是君臣有别 虽然高高在上 但就家庭温暖和亲情关系而言 慈禧太后确实羡慕自己的妹妹 只是老福晋今天的目的 绝非炫耀自己的孙子 而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所以说他不能顺着慈禧的话说 只能尽可能地将话题扯到宰风身上 啥福啊 人家生孩子都是祥瑞满天 我那媳妇生孩子 哗哗地下大雨 孩子出来了 哭个没完 就跟我生他爹的时候一个呀 老福晋的这段话 有着两层目的 其一 光绪皇帝至今无似 一旦叫崩 慈禧必定会 对从光绪的禁之皇亲中 选择接班人 溥仪作为淳王一脉 溥自辈的老大 势必会成为最佳人选 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的老福晋 自然不希望再失去一个孙子 他对溥仪的贬敌 就有着这方面的预判防范 就算慈禧太后熬不过光绪皇帝 但此事的光绪皇帝 一直有着倍废的可能 所以 老福晋的这份担忧不无道理 只不过千算万算 到底没能算过命数 老船王一宣临终的担忧 到底还是都出现了 其二 光绪皇帝一旦驾崩 或者被废 慈禧太后会不会再次选择 兄中弟级的方式 命宰风 承袭皇废 这是老福晋 倍加担忧的所在 将话题顺势转移到宰风身上以后 老福晋再次贬低宰风 既是为宰风之前的错误求情 又是为接下来宰风无用 放过宰风的请求做出铺垫 很明显 慈禧太后听出了老福晋的话外音 索性直接点破 这么多年你都不来看我 你今儿个来 是为了宰风吧 既然话题都挑开了 老福晋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回答道 姐 既是他老给你添乱 你就放他回家吧 很明显 这句话里带着对慈禧太后 抢走自己儿子的怨气 更带着慈禧太后 会抢走自己另外一个儿子的担忧 可不管是怨气还是担忧 都会让慈禧太后极为不满 直接扔掉了手中的毛笔 回对了回去 我这是监狱啊 我今儿不就骂他两句吗 你当我真关他的禁闭啊 我就不心疼他了 平心而论 就宰风在军机会议上的表现 就算是真观禁闭 真禁范实 都是明显的袒护 和历史上的慈禧太后一样 她对宰风的爱护 绝非普通皇亲所能比较 就在这个时候 宰风来了 慈禧太后满肚子的委屈 终于有了见证者 赶紧问道 宰风 你自个儿说说 我怎么认你了 一个姨母 一个嫡母 宰风自然知道该向着谁 可这个姨母是太后 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太后 更壮的是 慈禧太后确实对宰风 关爱有加 无可指责 可向着太后 就违背了孝道 向着嫡母 又违背了人臣之理 我们来看宰风的回答 额娘 老妃对儿子没怎么着 站在老父亲一边 强调慈禧太后并无苛责 谁也不得罪 两个难题迎刃而解 爱子兴气的老父亲 可不这样认为 他只会认为 这是宰风 有苦不敢言的无奈反应 可纵如慈禧太后 抢走宰天一样 于是老父亲不忍了 心仇旧恨 一块爆发了 他如今不是我的兰儿姐姐 人家是太后 是老佛爷 是咱们的主子 就是把你打死了 我也得喊他万岁呀 轻蔑 讽刺 也于 就晚清时期而言 恐怕也只有老父亲 敢如此放肆了 慈禧太后忍不住了 直接爆发 妹子 这是宫礼 别太放肆了 还是那句话 先君臣 后父子 亲姐妹 也不能枉顾君臣之理 地位尊卑 老父亲心中的怨气 没发现完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我哪敢放肆 我是来要我的儿子 刚才是薪酬 这句话 就是一语双关的旧恨了 耶稣很明确 还是对慈禧太后 抢走自己的儿子 在天耿耿于怀 好了 话题升级了 触及到皇权根本了 慈禧太后不能再以 私人关系处理了 立马转变角色 成为高高在上的太后 而非能够容忍一切的姐姐 是哪个儿子呀 是皇上吗 老夫竟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失误 带着满肚子的委屈 赶紧下跪哭着解释 姐 你亲妹妹 只有一个儿子 在风 皇上 他不是我的儿子 是太后老婆爷的儿子 我管不着了 可在吗 姐 你就把他还给我吧 虽然有着明显的臣服意思 但运气依然明显 你已经抢走宰田了 就把宰封还给我吧 慈禧太后一听 你这是典型的不知好歹啊 直接对了回去 你也不用跟我甩仙签 你要不是我的亲妹子 你有得了这般轮蠢吗 咸丰九年 经当时的义贵妃劝说 咸丰皇帝将婉珍 指婚给淳王一宣为嫡夫婧 可费献上旁人 同志十三年 慈禧太后又将宰田扶上地位 婉珍又升级成为皇帝生母 地位尊崇 再往后说 慈禧又将宰封之子 溥仪扶上地位 婉珍的身份进一步提升 仅就慈禧太后 对宰封的着重培养而言 她对淳王一脉的后代 也确实有资格给出这句话 只是 老淳王一宣是被慈禧太后逼死 光绪皇帝宰田又差点丢了性命 直到现在仍被圈禁于银台 所以 老福晋自然不会认可这份荣宠 只会认定这是灾难 所以 老福晋的态度很是决绝 只是面对慈禧太后的荣宠 宰封怎么敢离开 又怎么会离开 但面对嫡母要求 她又不敢围殴 只能愣在原地沉默一对 没办法了 命数如此 老福晋也反抗不过 只能哭诉着自己的命苦 转身离开 接着 慈禧太后又给出了一句 胜利者的送别 小李子 送送老淳王福晋 不是妹子 不是名字 而是强调了老淳王福晋 这就是慈禧太后 在明确地敲打老福晋 永远都要记住你的身份 摆正你的位置 老福晋走后 慈禧太后问到宰封 宰封 孩子起名了吗 起了 叫溥仪 溥仪 淳王宰封的嫡长子 生母为荣禄之女 苏丸瓜尔加又兰 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 问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她接着问到宰封 一直没给你差事 你等急了吧 只是 宰封并未明白 慈禧太后的心中打算 就想着利用一切机会 搬到袁世凯 奴才 急的不是这个 奴才急的是 袁世凯狼子野心 借新官之志 从今儿个起 此时的宰封 怎么会想到 慈禧太后的大计划 又怎么会想到 光绪皇帝 一定熬不过慈禧太后 更不会想到 慈禧太后 甚至连光绪皇帝 身后的皇权归属 全力分配 做好了安排 接着 慈禧太后 点了宰封一句 从今儿个起 立定新官制的会议 你就别参加了 你呀你呀 我在给你铺路 你知道吗 仅在数年以后 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 接连并逝 蒲仪同时入计 同志和光绪为子 承其皇位 视为宣统皇帝 而淳王宰封 则成为 总览朝政的 监国摄政王 带着大秦王朝 走向了灭亡 我们下 Stark 我们下 靠 洪 冬 澳 湯 想